我到區公所去 我現在發現區公所很多的問題 那當然因為很多案件 里長也好市民也好 沉浸到我們服務處 我們就去區公所要來辦理這些區務的推動 沒想到 現場會看也好 到了區公所也好 我們各科室的人員 說人員不足 我才努力的跟大家稍微 了解了一下 我們這個人力確實有斷層 所以我們區物很多停擺 我舉幾個例子 我手上一大跌 就拿我跟你提過 在我們寢英前面的排水溝 要來設計規劃的一個步道 那講十個月 我一直以為說是我們 水務局這邊來規劃就可以 結果說不行 是虛地機關是中立區 所以一定要區公所提規劃案 結果回頭去找我們區公所 區公所他說寫不出來 原因是人力不足 人力不足我就問了說到底 它的原額到底欠了多少 那這邊有一個我們人事處給我的一個表 農金客在十二區裡面 我們光中立區啊 我的缺額就八個 因為我問那個副區長他回答我說 我們農金客缺四個實際上這是缺八個 我的公務客缺四個 都是缺什麼人員 對土木對建築有一些這樣子的 條件的一些公務人員 全部離開 結果這樣子的一些區物的推動 不管是水溝 水溝 我問了那個十五米以下的道路側溝 也是我們區公所要全責分工是他的工作 維護清淤也是區公所的工作 這個雨水下水道也是他的 其他牌子也是他的 我只講水物這一塊喔 公務還沒講喔 那這樣子的一個人力的斷層 請問一下 我市長 我們要怎麼去改善他 我們是不是 我查了其他的六都裡面有的 可以可以讓我們來效法 他們的這個區物如果辦得好的 給他升遷給他獎勵 做不好的我們給他降調 這樣子我們的區物的 各科市科長也要 我們的主管區長 副局長組民也要 大家會努力啦 不會推而會搶著做 因為這一個是我們的第一線 面對我們里長市民朋友的案件 所以市長你也不用這麼辛苦 里長辦不通的事情 還要賴給你 讓你自己要親自下打命令 這不是我們市政府桃園市之福啦 是不是有改善的計畫 市長 我想任何一個區公所都一樣 因為他站在第一線 那民眾會直接跟區公所反應很正常 那區公所的公務課 現在缺額大部分都是所謂的 還有農金課 大部分都是正式的那個資源要外補 那外補的要等到派 這個部分我請郭處長說明一下 跟一座報告 我們有申請考試分發 那分發的話 這個算中立的話 就是10月就會分發11位 當然包括農金課跟公務課的同仁 那明年3月有地方特考 5月分發3位 那其他的我們會請 協助中立區公所去外補 外補適當的人員進來 我請教一下 為什麼有的區公所 這些公務人員流動力這麼大 是環境不好還是工作太多 還是上面的領導人的承擔有問題 還是等等因素 這個市長沒有辦法深入了解嗎 好我專門了解一下 中立區公所的運作情況 我現在講的是13區 裡面13區裡面聽我講完 桃園區也是有問題的 其實市長我現在講的是13區裡面 區公所裡面的這些人力的斷層 你要想辦法去改善它 我知道我們剛執政 這一年多不到兩年 很多問題 可是市長你要花時間去改善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可以嗎 好可以 不然虛地機關市政府各局是要做 結果虛地機關是各區公所 結果區公所沒辦法寫出規劃案 也沒辦法寫出規劃案 他不會沒辦法寫出來 我去瞭解 好不好 拜託一下 謝謝 市長請坐 市長 我想我現在講的客家事務局 你坐著 等一下我請我們客家事務局局長在這邊 來回答我 我們桃園市的客家事務局 說在這兩年 在我南區來講 客家人比較多的重鎮 平鎮也好 中壢也好 真的講 活動辦得很多 那我也很擔心說 在有限的這個預算裡面 辦那麼多活動 那其他的活動會不會排擠到 所以我也特別跟我們的局長做溝通 結果發現他跟之前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他把一個預算切到很多這個小預算去執行 那執行下來反應在我們南區是非常不錯的 那讓我們客家族群真的很有感 也很感謝我們蔣局長的努力 那我們在去年成立了這個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對不對 局長 去年是 還是今年年 今年 今年初 那成立這個基金會 我相信 他的重要性 是不是我們 請局長 為什麼要成立這個基金 簡單一分鐘 給我們講一下 好的 謝謝一座長期來對客家的一個關心跟支持 我們之所以要成立這個財團法人 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應各方 以及民意代表的需求 因為在桃園市議會第一屆 第五次臨時會決議案有送請執行單 是提案建請成立中立客家文創園區 所以我們才會由本府捐助成立財團法人 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是希望用多元的角度來推動客家的業務 而且其實 大中立地區有35萬的客家人口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藉由基金會的一個成立 就近服務大中立的一個客家鄉親 那另外呢 其實就是說一般的行政機構有一個層級的限制 沒有辦法經用一些客家的一個專業的人才 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基金會的運作能夠因地制宜 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效能 另外我們也希望資源能夠有效的運用 像是高雄台北都有基金 基金已經成立了客家相關的基金會 客委會也正在籌設客家發展基金會 這是一個時代的趨勢 好 謝謝 謝謝 局長 我想我們這個客家文化基金會成立 一定要有預算可以運作 能夠請人來推動我們客家文化 尤其我們客家文創中心 設在我們的第一市長樓上 這個市長已經拍板定案了 也是市長的證件 我們必須要來執行一些業務 所以本席在這邊要求我們市長拜託市長 是不是我們客家基金會能夠編列預算 來請一些我們的業務工作人員 來推動我們客家事務 好 今年預算審查請議員提出來協商 因為去年有個附帶節約要改掉 去年因為有某位議員提議 我知道 我現在講 他說不得編列預算 我跟你講文化局的文化基金會也好 我們圓民局的基金會也好 都有編列預算 為什麼唯獨有客家事務 文化基金會 現在還沒成立 他如果成立也是編列預算 我想 改採取委託的方式 那就把那附帶節約取消掉就可以了 好 謝謝市長 這市長拜託你的 好 我們希望能夠委託一些 讓客家文化基金會 能夠有更多的業務 更彈性的做法 好 謝謝市長 好 請坐 市長 那你先坐著休息一下 我實在是 你先聽聽啦 我請盧局長 盧局長 你的公益大廈管理科 你瞭解嗎 是 我瞭解 不瞭解 瞭解 瞭解 我以為你新來的不瞭解 那我最近接過很多的陳情案 那參加區權會議 我們民意代表會真的很難為 會讓人騎腳樓吧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管委會 本來是物業跟我們的保全 下去輔導協助大樓的 這個住戶的管理 對不對 因為現在住戶大部分都是上班 生意人 所以沒有時間管理 可是呢 這樣子的管理啊 管委會就會去聘請物館公司 或者一個總幹事 或者會計 來做社區大樓的公共事務的服務 那物業公司對於我們這個 公益大廈管理條例 有相當的熟悉度 因為他要上課 他沒有上課 他沒辦法執行這些管理業務 所以 要給我們管委會及住戶之間 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有期見的時候 能夠諮詢 那 也需要具備很多不同的專業知識 包括像這個什麼消防安全檢查 住戶什麼裝潢啊 或者是那個這個什麼灑水器之類的 那物業公司啊 對於我們的這一個住戶啊 平常他有訓練 我們有訓練這一個 目前我們桃園市有98家的 我的手邊資料喔 是有98家的這個 所謂的物業管理公司 保全呢 有99家 那這個我接到的一些個案 是 這一個物業或者保全的總幹事 在被我們管委會 就是主委委員會住戶 敗了掉 他反過來 想辦法去做一個 用一些手段 法令 來讓這個管委會 形成一個派系 之後來告我們這個 現在的管委會 甚至 圍照文書 還有背信 一堆狗屁撈招的事情都有 我現在問題在這邊是 我們現在桃園市已經升格了 而且大樓林立 現在都是蓋大樓 因為土地很貴 那現在目前我們登記的 就有16多棟大樓 在手邊 我在你們那邊調的資料 可是本席在吳志陽前朝時代 這五六年來 每次都要求 我們獨發局 對於還沒有成立管委會的大樓 要趕快成立 那後來 這一個成立的牛部話 我認為這跟你委託 我們現在有一個委託物業協會 來輔導管理 這個息息相關 那局長 你知道我們這些 我們現在目前啊 我們這個物業管理啊 我們現在桃園市 這長年以來 我們這個物業管理協會啊 他對於我們這些大樓的輔導 有什麼一些成績 你知道嗎 是 我開始注意到的問題 他是因為好多年都有委託這個 同一家嗎 輔導團隊 同一家嗎 對 每年也都有一些 為什麼會是同一家呢 透過公開申選 應該是這樣的過程 透過公開申選 那這個物業只有這一家嗎 輔導團隊當然不只啦 不會只有這一家 這一家並不是物業 這家是輔導成立公寓大廈 結果問那些大樓 有問題的大樓 我說有這種 我不要講名字啦 就是物業協會標到 我們這些輔導 要我們委託他 要輔導我們大樓的 這一些相關區權會議的 開會的一些程序 甚至一些管理 他們說從來沒看到人 那沒有看到人 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委外的一個 這個輔導的機構 他沒有盡到他的責任 他的績效不張 你有什麼處理改善方法 照合約已經達標的績效 我會去看 那當然沒有的話 當然就合約去對待去處理 不過我是會很客觀的看這件事情 我會查清楚 客觀 那我希望 這一個這樣的物業 我們現在大樓林業 當初只有一家 是因為我們還沒升格 人口也沒有到兩百多萬 現在已經兩百多萬 市長我們是不是能夠多委託一兩家 做一個市場自由的競爭 讓他能夠有一個優質更優質的服務 真正能夠做到到位 每一次的大樓開會 有問題他可以再就近福島 開會都沒去啊 那個他原來標案不是每 有四千五百棟大樓 不可能每個都去啦 他那輔導團原來是辦講席而已 其他的功能沒有那麼高 那我請都法局來研究 有無可能齁 在每個大樓都派 開會都派人去 那個要大概複數委託很多家 但是那個只是說 他提供法律諮詢 他沒有辦法幫忙齁 你說總幹事跟國安會產生糾紛 那有私權的糾紛的問題齁 那個沒辦法介入 那個要尋法律途徑解決 就是因為住戶或者是主委啊 女兒都不知道啊 然後他可能就被選上主委啦 他也莫名其妙法律都不懂啊 那是不是解決之道 能夠讓大樓的主委啊 來參與我們的法規課程一些 我想這個這邊要加強 讓我們的主委委員 對於整個公益大廈管理自治條例更多了解 我想複數委託是應該的 這可以做啦 那那個也可以多增加幾家 這個輔導這個 輔導團多叫一家啦 可以多幾家 多做幾家 好謝謝 那拜託啦 這個不要產生這個糾紛 我們民意代表去到那個區權會 總是給人家吵架罵 就找議員 然後我們也沒辦法 這個本來我們政府就要來 有這個機制可以做的 另外市長 我想這個我們很多理啊 整個桃園市啊 476個禮是嗎 495個禮 現在495個禮 那很多禮都沒有這個禮辦公室 每個禮都有禮辦公室 每個禮都有禮辦公室 我對禮長啊 自己要提供自己的房子來做 做這個禮民活動的一個場所 我是在這邊拜託市長 我們既然已經升格了 我們對於 我也謝謝市長 真的很認真 每一個禮能夠蓋禮辦公室的 禮活動中心的地方 或禮集會所的地方 市長都很用心 而且每一個都去找 可是當然有些 礙於現行的法令 沒有辦法來處理的 我在這邊拜託市長 你要再更努力一點 如果礙於法令無法處理 市長要改法令嗎 當然啊 怎麼法令不能改 法不是人訂的嗎 如果說法令能改就盡量改 你現在公園在自治條例 你現在就可以蓋活動中心 所以我能夠做的我都會改啊 是嘛 所以我謝謝你嘛 那是不是除了公園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東西 可以開放的 可以修法的 我常講法是人訂的 那經過了幾十年 或是十幾年 時代再進步 已經不適用了 我們是不是叫回頭 朝向彈性處理 回頭這個法令 我們是不是能夠提案 不管是中央 還是我們現在升格的 在我們各局市民政局裡面 自治條例裡面 可以做一個彈性的處理 我贊成這個方向 好不好 所以我們真的講 我信義禮 普強禮 民德禮 我們都沒有集會守 那我當初還想說 體育元氣如果開發了 我們可以捨在那裡 可是目前我們的體育元氣 也看不到動靜 拜託市長 提議員 好謝謝 早上我們四位議員 全部質詢完畢 那我們上會 謝謝 謝謝